发货回家了 在镇上买了点菜回来 家里也没有啥菜了 我一切估计都已经做好饭了 看他做了啥菜吧 又不用再整点啥 不用整了吧 我说了 今天早餐鸡蛋羹 柳蚝牙 还有粘豆包 油条 赶紧吃饭吧 给你来点大茬子粥 好的 够不够 够 来点汤 我又加了个辣条 我再吃一个馒头 不许就可以了 我一做鸡蛋糕 不用做的好吃 他做的很嫩 我老做老 今天又仨人吃饭 然后我吃 没讲 有菜下的特别的少 今天风宽太大了 每年这时候都刮这么大的风 都不好 风大才被缓下去了 风大了也缓呀 今天早上去发货的时候 那风快吹死我了 那每年都刮这么大的风 我这么大 那刮我几个份啊 中底吧 四月末中的员 天哪发这么大风 吃我脑瓜都疼 现在 你让我眼睛吹红了 你给它帽我拉上啊 那个帽不行 它漏 拉不严 它坏了 完了我也没有整 你俩把这鸡蛋吃没吧 我爸估计不吃了 我吃不完 吃完饭了 把它先不收 是给我收 我留着 一会他回来吃 我们去家鸭蛋 鸡蛋和鹅蛋 鹅蛋在哪下来 从汗里带到你底下 你去就看上去下来 现在天一暖 我鹅都开始下蛋了 哎呀正在孵 鹅也正在孵 你看人 叫鸡下鸡 鹅在下面 鸡在下面 先剪了 等会吧 先剪蛋了 鹅和鸡都正在孵蛋 不打扰它们了 一会再剪吧 出来了 嗯 是不是下着它了 下着了吧 哎呀我的区域啊 怎么了 这个鹅刚才 还有个鸡在里边 还有个鸡在里面啊 它俩一个鸡 一个鹅在一起敷 醉了 怎么 没有 它是不是打晃的 那个鹅 是 你看 我妈都见你 见不着你 在哪下呢 你去废球 能瞅见呀 这么大鹅蛋 你都见不着 没瞅见呀 它不一样跟鸡呢 它不一样跟鸡蛋一样 在上面敷着嘛 你扒了 在草底下 爷 嗯 这真大 这鹅蛋 先刚敷出来的鹅蛋 还是挺暖和的 你看一下 几个 5个 已经有5个蛋了 就是下了5天了 呗 一天下一个 多大 瞅见 有那么大的鸡蛋 我咋没瞅见呢 只能说你傻 找个傻媳妇 咋了